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西土光谱里面最常见的就是Safe-Safe的药签 激化态也是Safe 激态也是Safe 这样的药签事实上是Parity-Forbidden的药签 但是为数非常非常多 我们介绍过谱离子PR 3PLUS的离子 今天我们会继续介绍在西土离子里面非常重要 像油 像特 像GD 这些都是属于Safe-Safe的药签 尤其是三架 离子里面它的激化态跟激态都是Safe状态的 当然有一些是5D的能量相对的高 而且5D它是一个带状的 因为帝国有五个 它是一个带状的 一个能带的分布 所以5D到Safe一般我们看到的是宽带的 而且它是Parity-Allowed这种Transition 或者是电子的药签是属于Allowed的 最后我们看电荷的迁移 叫Charge Transfer的 其实电荷迁移的这个种类很多 比如说从配位机到金属 叫Ligand Metal Charge Transfer 有一些是从金属到配位机的 Metal Ligand Charge Transfer 甚至不同的 比如说三架跟两架的 那它这个三架会变两架 两架会变三架 就是不同电荷之间的 这个Charge Transfer 这个也算是电荷迁移的一种 所以我们今天会把这个光谱的特性 尤其这三类的特性 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然后我们就进入到很简短的 发光材料的设计 那这个看完 我们今天会谈到这个发光二极体的 有白光LED的稀土的发光材料 这一部分的应用就是跟照明 有相当程度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会大概会介绍到这个 白光的LED相关的这个 这个稀土的发光的材料 稀土的发光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 三架稀土离子 尤其它是自由态的三架稀土离子 一般指的是在气态 在气象里面的三架稀土离子 它的理论的能接图 所以在文献上面 其实我们可以把 这些稀土离子 三架的稀土离子 从这个四离子 一直到这个 Eterbium的离子 如果是三架 它相对应的F电子的数目 会从一个 两个三个一直到13个 当然最后一个元素 是LU LU 三架的话 它是14个 只有4F 在鬼域中填满的是Lutitium 好 那这些是犹太的 就是在气象里面的稀土离子 它的能阶是可以被计算出来的 实际上我们可以做一个很简单的实验 基本上就可以量到这些 对应的稀土离子的能阶 那很重要的是它的基态 我们叫做Ground state的Term 这是所谓的基态的光谱像 一般呢 我们会把这个Optical的Term呢 省略调 叫Ground state的Term 那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得到 这13个稀土的离子呢 它的Ground state 非常清楚地标示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C1呢 它是5F2 标示在这个地方 好 所以我们了解了这个 稀土离子的理论能阶图之后呢 所有三架稀土离子它的发光 基本上我们都可以从这些能阶图里面 找到对应的 比如说5D0到这个底下的Ground state的 这个叫做7FJ的 那J呢 它是S跟L couple起来的 所以比如说这个例子呢 是EU 三架的EU呢 这个5D0到7F1 CF2 CF3 一直到7F6 的能阶 它的耀迁呢 在这边我们都可以找到 相当清楚的 这些耀迁之间的 能阶 它能量高低的这个关系 所以我们要诠释这些三架离子的 稀土离子的发光呢 其实从这个能阶图就可以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真正比较复杂的是牵涉到5D 那5D呢 它的能量呢 比这个5万个波数还要高 在某一些离子 那5D 那它跟基态之间的耀迁 或者5D跟其他基态之间的耀迁呢 其实是比较难预测的 那 而且5D的波形呢 我们吹完光谱以后就知道 这个是5D的或者是电荷迁移的 所造成的发光 所以基本上我们了解这个稀土离子的发光 其实不像想象的那么困难 那它的基础呢 基本上都建立在这些三架稀土的能阶图上 不过这个图呢 它只有从0延伸到5万个波数 你如果要更高的 那就必须要从这个图里面 得到你要的information 这个是从大概从3万8 一直到6万8千个波数 这边写4万到6万个波数 所以你要探讨更高能量的 比5万个波数还高的呢 你可以借助这个稀土离子的能阶图 那对于高能量到基态的耀迁 我们说高能量的能阶到基态的耀迁呢 我们其实可以从这个图里面找到你要的这个information 特别是这个图里面呢 它有一个energy level 然后它画一个半圆形的 这样的符号呢 其实它说的是这样子的耀迁呢 是经常被观察到 它是最容易被观察到文献上面记载的最多的 所以它是经常发生的这个耀迁 所以画一条线呢 底下有个半圆形的这样子 好 换句话说我们最特定的离子 如果它能量很高 介于这个4万到6万的激发态 它到激态的耀迁 基本上都是从这些 有画个半圆形的能阶下来的 比较常见 好 所以经由这些最基本的 这些information 就是理论的稀土离子的能阶图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每一张 你测到的稀土离子的光谱 解释得非常清楚 或者是把光谱里面呢 每一个讯号都标示得非常清楚 当然这些都是建立在理论计算 加上一些实验性的验证 可以得到这些稀土离子的这个能阶图 基本上这些图虽然它出现在文献上面的时间非常早 大概197几年就在文献上 198几就有这样子的information出现 基本上它没有什么可以挑战的地方 就是往往我们观察到的都是这个样子的 那稀土离子的特性尤其是轨域的特性 我们上个礼拜讲过 在学习开始的时候也讲过 它基本上是由core 已经填满了这个xenon的core 4fn 换句话说这每一个垫子都填到内层的轨域 外层的轨域主要是5d跟6s 所以一个中性的稀土的原子 你游离当然是从外层开始游离 游离到两个游离到一个 你会常常看到是三架的 是最稳定的这个状态 那这个呢是可以理解的 基本上因为它外层的电子数呢 5d6s加起来就是三个电子 那底下我们就要很快的看过去这几个离子 我们上个礼拜看过这个普离子 油它是红的 gd通常它是紫外的发光 tb就这个颜色 黄绿色的发光 dy它基本上呢 有人说是白的 那gdy呢 它有这个黄的跟蓝的 所以我们经常说蓝黄比 蓝的高跟黄的高 黄的高的话它就会偏暖白 那蓝的高呢 所以加起来这个dy 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接近白光的 所以dy这个离子呢 曾经被加到比如说 街道上用的高压的水音灯 你如果要有一些白光的 特性的通常会叫dy的离子 dy的离子的发光呢 刚刚讲过它有黄的跟蓝的contribution 所以黄蓝比或者蓝黄比呢 是影响它发光重要的一个因素 当我们把这个dy 掺杂在不同的主体里面的时候 你会看到不同的蓝黄比 这样的一个特性 好 所以我们上个礼拜介绍过像 Y2O3 如果我们把它掺杂了EU 那都是三价的 你可以得到红光的亚化语 那因为这个样子呢 通常我们把它 我没有特别强调这个符号 这个符号呢 表示是三价EU掺杂的亚化语 那实际上它是一个固容液 那换句话说呢 你可能有X%或者一个%的 亚化语呢 它掺杂到Y的位置 所以它的化学式 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把它写成这个样子 那很简短的说写的一个符号呢 就是一个冒号 然后EU三价 或者是写一个%的EU 基本上这个东西就代表 底下的这个化学式 所以这个呢 当然就代表了这个 这个chemical formula 好 我们很快地看过去这 Y2O3是四个离子的发光 这个离子呢 是EU填在两个不同的 地方的金格里面 这个金格跟绿化纳的金格非常非常类似 它都是阳离子 阴离子 阳离子 阴离子 所堆积起来的 但是呢 因为有一些缺险 就是某一个位置呢 离子不见了 就造成这两个 我们把它的体心位置呢 拿出来看 这个体心的位置啊 如果把原子离子填进去 它的对称是不一样的 所谓对称不一样呢 就是这个东西 它具有反转的对称 在这个金格的格位 那这个呢 在这个位置呢 它不具有反转的对称 那你把EU 掺达到这两个不同的格位呢 我们去测它的光谱 你会看到这种光谱 跟这种光谱 那基本上 这个是属于 具有反转对称格位的 三价的EU呢 所呈现出来的 那这个呢 是不具有反转对称的 EU三价 它所呈现出来的光谱 光谱会呈现这个样子呢 一定有它的道理 这边就牵涉到 选择率里面的 它是Electric Dipo的 叫做电偶级的药圈 电偶级的药圈呢 有allow跟forbidden 甚至有一些是 持偶级的药圈 它所主宰的 所以这些讯号的来源 比如说这个 主要是来自于持偶级的药圈 那这个呢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 电偶级的药圈 它所导致的 然后可以回去再看一下物化里面 这个Selection Rule的部分 那这两个光谱我们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最大的区别 这个 5D0 CF1 这个是5D0 CF2 那没有反转对称的呢 5D0 CF1它就比较弱 5D0 CF2呢 就比较强 所以这两个刚好倒过来 好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们拿三家的EU 当作一个探针 我们把它掺杂到一个特定的 晶体里面某一个位置 那EU的光谱 又可以告诉我们EU呢 跑进去的 这个所占领 占据的这个格位呢 它的环境 它的对称 它的配位数 那所以光谱 特别是稀土离子的光谱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 你这个要掺杂进去这个host 通常它是钝性的 它是不发光的 那我们想知道 它的结构 尤其是局部的结构 局部的特定的位置的对称 就可以藉由这个 稀土离子的掺杂呢 来达成 我们特别把三家的EU 从刚刚稀土离子的能阶图里面呢 把它能阶列出来 这里顶端大概接近五万个波数 这边是波数等于0 这它的基态 就是7F0的这个基态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了5D0 7F1 在这里 大家记得像5D0 7F1 那这个电口级的药签呢 持后级药签跟电口级的药签 这个是电口级的药签 是5D0 7F2 那这边是5D0 7F1 我们看它的J值呢 是从0到1 这个J值呢 是从0到2 区分出来 持后级跟电后级的药签 它的不同 另外一个在这个光谱里面 我们会看到一些比较宽的 尤其跟这个背景呢 混合在一起的 这些主要是来自于 这整个金格的振动 所以这些固态的材料的光谱 除了我们要知道有的电子的迁移之外 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电子的迁移呢 它会偶合到金格的振动 那金格的振动 偶合进来之后呢 就会影响它的浦线的形状 它的波形 所以这个其实是 在固体里面 跟把油离子 融在溶液里面 尤其是非常稀的水溶液里面呢 我们看到了光谱 不太一样 那这个部分主要是由于 有离子呢 跟它所在的这个金格 金体 那金体的振动 它就会偶合 这个我们叫bibronic的transition 所以光谱真的 你这个光谱如果解析度够好 你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多的information 当然我们测得这样一个光谱呢 就必须要一个一个去详细的了解它 好 这边主要解释的是有离子它的特性 有离子的发光主要是红光 它无论掺杂到任何的主体里面 它都是红光 所以它是predictable 它的发光呢 是可以预设的 这些呢 解释的刚刚我们看到光谱的一些特性 那特别是选择率里面牵涉到的 电偶级跟磁偶级的要线 那怎么判断 基本上从它基态跟基巴态的两个 Optical Term它的光谱向 由基态跟基巴态呢 它的光谱向去区分 它的光谱向 那所以这边其实我们看到了 比如说5D0到7F4 6 或者是7F2 那这种0到2或者是0到1的要线呢 通常对应到的是阶子 J值呢 对应到的是 赤偶级的要线 J呢是0跟正负1 电偶级的要线呢 ΔJ值是0跟正负2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说电偶级赤偶级的要线呢 可以从这个J的ΔJ值去判断 所以我们刚刚看到5D0下来的Transition 跟5D1的Transition 这可以说是主要的这个激化态 中间的这个激化态 激态呢在这里 GD的离子它的能阶图在这个地方 那GD基本上它是4F7的电子组态 所以它4F轨域里面呢 在自由离子态的时候 每一个轨域都有一个电子 而且是Ampere的电子填充在里面 一般来讲 这种状况 它的激化态的能阶会简化 因为它是属于半填满的4F的轨域 一共有7个电子 如果你用X射线 用X光去激化这个 还有GD的氧化物 这个氧化物 那我们看到的 这个氧化物里面呢 它有GD的离子 我们用X射线去激化它 你得到的光辅呢 是这个样子 所以你会看到在311到315之间 你会看到一些波形是线性的 很尖的 这种GD的放射峰 那这个是子外的范围 所以你用X光去激化这个GD 那它所对应的主要是 6P2分之7到8S2分之7 这个是激态 这个是激化态 其实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 P6PJ 这个能阶下来的 就是所谓这边四个不同的普线 它所对应的 是从这里6P下来的 这个transition 这个是用紫外光去激发 所以这个叫X射线发光 这个叫光智发光 这是用X射线去激发的 这个是用紫外光 尤其是短波长的紫外光 又叫做真空紫外去激发 那我们可以得到1234 这四个不同的group的普线 这个1234呢 基本上对应到 这边有1234 所以它的光谱的解析 其实没有什么模糊的地带 它就是可以从这些能阶土里面 解释得非常清楚 所以你了解一个光谱 非常彻底的了解一个光谱呢 就是我们把每一个普线都能够做正确的assign 把它assign 把这个要签的 从激态激发态的符号加上去 你就可以了解它这些普线的特性 好 那能量呢 我们可以从波长去转换 就可以知道它对应的 是激发态到激态 是哪一组的 这边有四组 是哪一组的要签 那这个东西的特性很特别 因为它在紫外 大约是在UVB的范围 如果是254的紫外 我们说UVC 大概315 310左右 UVB的范围 那它是发紫外光的 GD的离子 TB 我们也可以把 刚刚我们看到的这个 自由离子的能阶土拿来 那摆在这里 那用光呢 尤其是紫外光去激发 TB离子 那这个离子也是一个氧化物 叫做GDTAO4 参的三架的TB 所以它的HOST 是一个氧化物 它的参杂物是TB的离子 好 那我们看到的是 这样的一个普现 这个光谱看起来很复杂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从 这个能阶土里面 一个一个去看 尤其是主要的这个蓝的 是从5D4下来的 5D3 5D4下来的 是从5D3下来的 主要都是在蓝的 这个过长的范围 你可以看到500左右呢 它有绿的 这边呢 550以上主要是黄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5D4 主要是绿的 那 同这些assignment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光谱图 这边有很多5D4 5D4 7F4 5D4 7F3 5D4 7F2 从这里下来的 所以呢 它的普现呢 是一个multipline 就是从5D4下来 它下到好几个不同的multipline 这一组的 从5D4 7F6 7F5 7F4 7F3 7F2 都是属于这个的 所以要了解这个TP离子的光谱 一样是参加稀土离子的光谱 其实是非常非常简单 借助于这个能阶图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所有的普现呢 基本上是可以很清楚地去做sign TP这个离子跟EU这个离子 比较特别 它有一种现象呢 叫做cross relaxation 就是交错的词域 就是说同样是在EU 同样在TP的离子里面 那比如说EU好了 从5D1到5D0的 能阶的药签呢 那它释放出来的能量 可以被CF0到CF6所吸收 离子内呢 它释放出来的能量 可以或者是光呢 它会被另外的 从低激发态到高激发态的 能阶的药签吸收 发生在同一个离子里面 那这个通常我们叫做 离子内的交错的词域 叫做cross relaxation 因为这里下来被这里上去的吸收 所以叫做cross relaxation 那通常cross relaxation是发生在 我们掺杂了很多的高濃度的EU 在一个特定的主体 或者是掺杂高濃度的TB 在一个特定的主体里面呢 会发生这样的现象 所以它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EU掺了太多了 浓度很高的时候 它反而会消光 TB也是一样的 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那这个呢 通常发生在同一个离子里面 但也发生在相邻的两个离子里面 那这种呢都会发生 不过我们比较常见的是 相邻的两个离子 那它受到距离的限制 如果是太远 那基本上这种interaction就弱 好 如果问你交错词语 基本上我们指的是相邻的两个EU 相邻的两个TB 一个EU的发光呢 会被另外一个EU吸收 TB也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把它写成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这个叫做cross relaxation 就两个 所以这边指的EU 跟这边指的EU 是两个EU的 这个TBA TBB 就是AB两个TB的离子 能量的交换 所以这个叫cross relaxation 那它导致的效应就是 TB的浓度高的时候呢 它会消光 TB的浓度高 因为TB浓度高 平均的TB TB的距离就会缩短 会有利于这种能量的传递 能量的传递 在这些发光的材料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 光物理的现象 除了TBEU之外 其实很多像CE到TB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例子 那这个发绿光 用254的波长去计划 发绿光 可是我们觉得绿光不强 那我加一个辅助的C1离子 那C1会吸收紫外光 把能量传递给TB 可以enhance TB的发光 类似这样子的作用呢 发生在C1TB EU盲 所以这是一对的 C1盲 C1EU 这就是一对一对的 我们在过去五年到十年之内呢 花了很多的功夫 还有非常多博士生的论文呢 还有硕士生论 Focus在这一块 特别是一个固体的物质里面 它能量的传递 探讨它传递的条件 两个离子到底要多圆 才会有能量的传递 能量传递它导致的效应 这边呢 这个问题其实相当的复杂 我们从光谱呢 可以看到能量传递的现象 往往要辅助顺态的光谱 所以不只是静态 顺态的光谱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好 所以这边 我们把cross relaxation呢 特别强调一次 所以画了这个图 还有一些简单的comment 简单的一些评论在这里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 其实它是两个TB 那TB的emission呢 会临近的TB它吸收 所以这边释放出来的能量呢 被这个TB吸收 是这样的一个现象 这种能量传递的现象 当然会是跟距离有关 太远就不会有能量传递的现象 这个现象除了EUTB呢 发生在Cimerium PR离子 DY离子 那这些都是跟掺杂的浓度有关系 是有关系的 那这个现象呢 我们叫交错了词域 叫做cross relaxation 你看到cross它就是有两个 两个中心的 不管是EU或者是TB 其他的稀土离子 都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们会把它简化成这样的一个equation 就是两个TB里面呢 5D3到CF0它会被释放出来的能量 会被CF6到5D4吸收 利用这样子的这个概念 我们可以去探讨很多 在稀土离子 在不同的host里面能量的传递 最后这个例子呢它是DY DY是在稀土这个系列里面 大致上在66号的原子序 DY 最常见的两个DY的发光 在蓝的在470 那黄的呢在570 那这种DY的发光呢 主要是源自于4F2分之9 6H2分之15 还有另外一个4F2分之9 到6H2分之13 这样子的要签呢所对应的 它很重要的一个特性就是蓝黄笔 这个是蓝的 这个是黄的 所以蓝的呢主要是从这里到这里 黄的是从这个地方下来 所以后两个波长的这个transition 那蓝的重要的时候呢 它就会偏冷白 我们晓得黄跟蓝大致上是互射光 一把这两个呢 适当的调配就可以形成白光 所以有的白光偏冷就是蓝的太多 有的偏暖就是黄的太多 基本上光呢它是可以做特定的这个调整 这个例子啊它是褶酸炎 所以它是GE207这样的一个炎类 那DY呢掺杂在这个氧化物里面 DY取代的是LA的位置 所以我们实际上去用351的波长去激发 那就可以得到这个 从第一号到第13号的 这个可能不止1到13 这边还有 这边至少可以到14、15 那我们看到这个1到13这边的谱线 每一条谱线都可以藉由能阶图 加以非常非常清楚的把它诠释出来 这边有两个光谱啊 这个左半边这一个黑色的谱线呢 叫做激发光谱 叫做excitation 这边的谱线呢叫做emission 所以这个是发光的光谱 这边是激发光谱 好 发光的光谱我们看到 这个是蓝的 这个是黄的 所以蓝黄比指的是这两个谱线的 波长强度的比 所以这个DY呢 其实也是容易了解的 因为这边从1到13 1到12好了 1到12它对应的是1到12的谱线 所以你看到都是从基态吸收能量上去的 这叫激发谱 这两个呢是放射谱 是放射的这个光谱在这里 所以这些我们都可以做很清楚的这个诠释 你看到它的谱线呢都是尖的 基本上CFSF的谱线是forbidden 所以它比较窄 其实是比较弱的 这样子的这个光谱 好 激发谱跟放射的光谱都很重要 同激发谱呢 我们知道这个DY的离子 它在哪个波长它是吸收的 所以基本上我们用7号的这个波长去激发它 这7号大概是351nano 最高的这个去激发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emission的光谱 那我们把光谱里面的detector固定在484nano 我们去扫描一个光谱里面的excitation的monochromator 就是excitation的spectrometer 就可以得到这个激发谱 所以你有excitation的你有emission的 这个稳态的光谱呢才算是比较完整 所以对这个离子的发光我们就非常非常清楚的 可以了解它发什么颜色的光 那它可以被哪一些波长激发 所以这个发光呢 基本上辅助稀土离子的能阶土呢 可以把它诠释的非常的清楚 进一步或许我们可以除了强弱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用积分球去测它的量子效率 所以不管你是做有机化学的 我们通常一个合成一个东西出来呢 我们可能会去测它光化学的特性 或者是它吸收了一个光子呢 它会释放出来多少个光子 用积分球呢就可以辅助我们去得到这个information 这个例子也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用积分球去测这个发光材料 它的量子效率 我们上面讲的通常是4n4f 那还有5d4f的 你写成4f5d呢 是从底下的基态到5d的激发态 那5d到4f呢 是指它的emission的光谱 所以不管是4f5d它是激发 5d4f呢它是emission 这个叫做总态间的电子的要签 一个是5d一个是4f 这种呢5d4f的能阶 如果是自由离子的话 两价呢有这个5d4f的这个能阶呢 大概在三万四千个波数 CE五万个波数 PR呢六万两千个波数 ND的离子到七万个波数 这些数值代表的是这个5d的能阶的高低 好所以基本上这个5d4f和4f5d呢 5d牵涉进来的 那5d在外面 所以这些离子 你参到硫化物 氧化物 乳化物 郁化物 那它所产生的发光呢 会受到5d鬼域的影响 5d可能会上上下下 所以凡是牵涉到5d4f的 那它的发光呢 往往比较难预测 就不是4f7的 这是5d4f 它就比较难预测 受到环境受到结晶场的影响 非常非常的大 如果你掺杂了晶体呢 它有Nephylocity 就是云散的效应 也许它离子性强 有些是离子性弱 共降性强 那会影响到它的发光 5d4f是典型的宽带发光 举这个例子 三架的西一 或两架的EU 我们看三架的西一 它就是4f1 这个东西的基态 5d 然后它是4f1 所以EU的发光 就从5d到4f 这样的发光 5d呢 我们特别把它画成一个 带状的区域 分裂看来就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带状的区域 4f其实它有两个不同的state 那这个state呢 它其实是这个地方 因为spin-orbit coupling 它所导致的 它有两个不同的 这个groundstate 会分裂成两个 所以往往我们看到的是 从5d下来的 到4f的要迁 出现在这个 三架的西一里面 这个会分裂 主要是受解析场的影响 基态的分裂 主要是受自旋跟轨道分裂的影响 叫spin-orbit coupling 西一这个离子 它只有一个4f电子 所以它是最简单的 那我们把西一 参杂在这个石流石的氧化物里面 它是3比5比12 石流石的结构 很重要的一个矿物 叫石流石 叫yag 所以它是参加西一呢 参杂到这个yag的host里面 你可以看到它的激发谱 或者叫做吸收的光谱 在这里 这个宽带的呢 是它的放射光谱 所以你看它是宽带的 那吸收谱呢 它分成好几个不同的吸收带 吸收谱主要是受到这个影响 就从基态呢 上来 第一个吸收在蓝光 它的蓝光在这里 大概450蓝光 在所有的稀土离子里面 自然界的东西里面 吸收蓝光的东西并不多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所以你用蓝光去激发它呢 它就会产生黄的 那我们把蓝跟黄搭在一起 就变白了 所以可以拿来做白光的照明 这是基本的原理 当然你说你用300多 340、350去激发它 也OK啊 只是它吸收比较弱 那这个450的吸收比较强 那它产生的这个黄光呢 是一个宽带的 非常非常高的 quantum yield 或quantum efficiency 量子效率非常高的一个宽带 那量子效率高低 我们只要把这个光谱 积分 这个光谱谱线底下的面积积分呢 当作分子 那分母呢 就是你给它的多少个光子 可以把excitation的这个光谱呢 这个谱线底下面积把它积分 你就可以求出来它大致上的量子效率 当然你要考虑这个物质呢 它的吸收散射的问题 不过很粗略的算呢 你就可以从这个虎线底下涵盖的面积 你把它积分呢 当作分子 那这边呢 当作分母 就可以求出来它的量子效率 这个东西很重要是因为吸收可见光的蓝的 释放出来是黄的 另外一个特性就是它释放出来的黄光呢 它有一部分被自己吸收 因为它是宽带啊 它会延伸到这个四百五百的这个部分 它释放出来的黄光会被自己吸收 那因为这个黄光很宽 所以这部分会被自己吸收 这个呢 叫做self absorption 这个叫做自身的吸收 对它的application当然不好 你发出来的光被自己吸收了 当然它会让它的效率呢 会降低 好 那它吸收蓝光释放出来黄光 是这个东西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特性 所以它的吸收 我们用这个箭头呢 标示出来它吸收的这个范围 跟大约的波长 因为它的放射呢 是从五滴下来的到这里二F二分之七 这刚刚讲了 因为spin orbit的影响啊 会把这个血液呢 split成二分之七跟二分之五 所以它的机态呢 就会有二F二分之七 二分之五 二分之五是实际上的机态 所以从这五滴下来 会有到这里 跟到这里 这两个pick合成起来 是一个宽带的 那这两个能阶差大概2000个波数 不大 所以加成起来 它是变成一个宽带的发光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 因为它就是白光LED的基础 所以吸收跟它的这个放射的波长 特别是把它能接再画详细一点 包括它的吸收 还有它的放射波长 这个图刚刚看过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excitation跟emission 刚刚讲的是三架的西医 现在讲的是两架的EU 这个两架的EU稍微复杂一点 因为它是4F6 5D1到4F7的吸收 或者是放射 那为什么要讲C跟EU 一个是三架的一个是两架的 这两个都很重要 特别是在5D4F的要签里面 很重要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是5D到4F 那EU 三架的EU是红的 它永远是红的 它是4F6 可是两架的EU 它是4F7 我们看到的两架的EU 基本上都是从5D1 4F6到4F7的要签 所以C跟EU 这两个理子很重要 都是5D下来的要签 那这个图解释了两架的EU 它所牵涉到的基态 叫做8SF7 这里 第一个计划态叫6PF7 你看到spin multiplicity 当你把4F1同样填满 都半填满 那每一个spin都是同一方向的 那它的spin multiplicity就是8 这7个里面呢 有一个是这个样子 那它的spin multiplicity就是6 那上面呢 是5D 在这里 所以从这里5D呢 如果受到解释场的影响 它就会分裂 分裂出来 它是一个区间 它的能阶的分布 它会分裂 那往往这个6P2分之7 它会有时候会在5D里面 有时候这个东西呢 会在5D底下 完全看这个东西 它受经常影响 怎么分裂的 如果它分裂的小 它是这样子 分裂的很大呢 它就会变这样 所以 这个是两架的EU 我们把它两架EU 常看到的 所以两架EU的发光呢 它虽然是5D 但是它有窄模型的发光 从这里到这里 它有宽带的发光 是从5D下来的发光 这个在光谱学里面呢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是两架EU呢 它的宽带的放射 那宽跟窄带的发光呢 窄带不见得看得到 如果窄带呢 它埋在这个窄带的里面 就看不到 那这个是两架的EU 在硫化盖里面 你可以看到这样的 一个很宽的放射峰 这个放射峰已经是红的 而且大于650的红光呢 我们的眼睛基本上 是很难看得到 所以你说红光 最有用的红光呢 大概在590 600 610 620这个波段 对我们眼睛是最sensitive 你的红光如果到660 670 甚至到700 眼睛基本上是看不太到 肉眼的构造就是比较特别 对长波长的红光 它的sensitivity特别差 那你有这样子的红光呢 基本上这个部分 就实用的观点 它就会浪费掉 因为眼睛看不到 或者是sensitivity很弱 这个也是两架油 刚刚是硫化物 非常像供价性的东西 现在是氮化物 也是很供价的 一个host 这个油离子呢 取代了被 它的宽带的放射 有离子的吸收 那这个离子非常非常特别 吸收非常非常宽 那放射也非常宽 刚刚讲了自身的吸收 在这里 但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很重要的 红光的材料 它吸收可见光 然后释放出来这红光 刚好用在白光LED的照明 那EU扮演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好 这个是属于5DCF的发光 所以像CEU 这是两个最主要的例子 P鲁离子的这个电子药签呢 第三类呢 我们叫做电荷迁移的药签 一般我们叫做charge transfer的transition 这个大家在普化 在无际化学里面 就学过这样的东西 比如说高门酸钾 像这个potassium dichromate 就是这样的 这些化合物里面呢 尤其在水溶液 它就一定有charge transfer 像高门酸钾呢 它主要是蒙跟氧之间的 电荷的迁移 所以它的迁决条件是用两个中心 一个是蒙 一个是氧 那电荷呢 在两个中心之间的transition 好 所以这是非常非常典型的 Electron transition其中的一种 那电荷迁移呢 像这个 就是牵涉到配位机 就是ligan 就是架电子呢 从这个配位的原子配位机呢 迁移到吸土离子的4F轨域 这是最典型的一种 一个离子呢 它说有配位机 不管是氧 或者是其他的 有机的配位机 叫氨类 或者是carboxylate 这些 它都是从这个配位机 到这个吸土离子的 电荷的迁移 那这个粒子呢 其实有很多 像这个就是从EU 跟氧之间呢 从氧到EU的 电子的迁移 另外呢 就是同一个吸土离子 4F跟5D之间的迁移 这个也叫charge transfer 虽然是同一个吸土离子 但它不同的轨域之间 它的这个charge transfer 这边有好几个例子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些例子 好 charge transfer 最主要的是宽带 selection rule allowed transition 所以这些东西呢 通常都很宽 我们等一下可以看到一些 一些例子 是电荷迁移的例子 这个例子呢 主要 要来比较 就是 两架的EU 跟三架的EU呢 它的光谱的差别 其实差了非常非常多 这个三架的EU 这是它的放射光谱 刚刚讲的三架EU都是红的 它在氧化椅 在氧化物里面 它是红的 这个黑色的部分 是它的吸收谱 它的吸收光谱 所以它的CFSF的吸收 出现在这里 selection rule forbidden transition 所以它吸收很弱很弱的 这个吸收在这里 接下来波长短能量高的 有电荷迁移 就刚刚讲的 只要是氧到EU的电荷迁移 波长更短呢 就会进入到Y2O3 这个氧化物 宽能系的这个陶瓷 它的band gap 它能系 带间的吸收 我们叫做 其实是从这个vance band 到conduction band 带间吸收 这个就是 这边的band gap 所以 它的吸收谱呢 长得是这个样子 它的放射谱呢 它是非常非常 相对的比较弱的 线性的光谱 你看到很多 非常sharp的 line set这里 所以你会有charge transfer 会有save-save的 这个transition 两架的EU 我们刚刚讲 它就牵涉到5D 那5D到4F呢 intrinsically 它就是宽带 这个东西呢 是蓝的 是发射蓝光的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稀土的发光材料 那吸收谱的部分 我们看到 4F到4F5D charge transfer 那在同一个离子里面呢 F到D的transition charge transfer的 这个transition 在往能量高的 波长短的方向呢 这个是host lattice 就是这个被煤铝氧 这个氧化物呢 带间的吸收 这个host本身的吸收 一般呢 是很短的波长 通通在紫外 甚至在真空紫外的 範围里面 的吸收 好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种两架跟三架 就差一个电子 那因为它的 激态激发态的轨域呢 差别太大 所以会产生两种 坚然不同的光谱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三架跟两架的 这个激发跟发光光谱的比较 那我们可以用这个来解释很多 像charge transfer 5D-4F-4F的这个transition 好 那看完了吸土离子的发光 我们要很快地看过去这些 发光材料的设计 发光材料的设计 其实归纳出来 几个很简单的原则 第一个host 第一个我们考虑到的是host 那第二个呢 是它的activator host呢 它分成cate跟anide 那这个activator呢 通常是吸土的三架 或两架的离子 甚至四架的离子 主体host部分呢 我们从周期表来看呢 通常可以形成阳离子的 就是host里面阳离子的 这些很多 一般来讲这些呢 通常它都有密闭的壳层 电子的壳层 它是密闭的 尤其是像这些 都是钝器的电子阻态 像稀土两架的 像这些抗以兰 这些三架的 太 高 hefnium 这些呢 都是四架的 所以它必须要有密闭的壳层 所以我们讲closed shell 因离子 就是当做host 因离子呢 这些 其实除了这些以外 还有很多 非常重要的就是 有些因离子它本身呢 是靠由charge transfer 电荷迁移发光的 就是不需要掺杂 它本身就发光 我们讲过最著名的例子呢 就是乌霜盖 这个东西啊 这个乌霜根呢 它本身是自发光的 那我们说 如果你要设计一个 一个发光材料 一般来讲host 本身 里面的因离子 通常它必须要是钝性的 你如果要拿乌霜根 也可以 不过乌霜根它基本上是 本身是发光的 好 这些是host 里面 因离子的部分 所以一般我们说 optically active with charge transfer 的transition 这些因离子 当然你可以选 不过它本身就是 自己会发光的 藉由charge transfer 来发光 一般我们是选 不具有光学活性的 可以做因离子团 那接下来 这些 具有光学活性的 因离子团 我们把它highlight出来 像这些都是 就是具有光学活性的 那你可以选innert 你可以选 不具有光学活性的 像这些呢 都可以选 比如说 凡山仪 那你搭配了三架的EU 它就发红光 它本身是一个host 这个host本身呢 它是自发光的 自发光的机制 自发光的化合物 很多 我们没有时间 介绍这些 自发光的host 好 这些是host 它基本的一些 实际上设计的一些考量 host当然选择 没有光学活性的 它是遁性的 然后我们掺杂一些 会发光的 掺杂物 离子 进去 这个例子 比如说它是一个细酸锡的host 四架的锡跟细酸根 SiO4 这样子 基本上它是一个不发光的host 那如果你要把两架的锡 它是发光的 掺杂到这里面 事实上是有一些困难的 就是同一个元素 还有两架四架 在同一个material里面 像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 实际上它虽然可以设计成这个样子 但实际上你要去做的话 比较困难 因为两架四架之间 四架会被还原 两架会被氧化 做起来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好 那我们看一下activator 就是A的这个部分 这个A的部分 一般我们用的是锅炉金属 或者是这些sensitizer 或者是最主要的是吸土离子 都可以当作是活化剂 本身是发光的中心 在周气表里面 我们可以做这些选择 为什么我们做这些发光材料 不会在金属的容器里面 比如说它有铁离子的 还有钩的 还有镊的 基本上这些东西它会消光 所以我们一般做化光材料 都会在陶瓷 在氧化铝 这些陶瓷里面 不会把它摆到金属的容器里面 避免这些paramagnetic的ion 或者是具有铁质性的这些铁离子 进到我们设计的材料里面 这边其实有个例子 我们想到硫化铅铜铝 它是一个发绿光的材料 那这个硫化铅铜铝 如果遭受到铁钩链离子的污染 就会消光 所以这些离子 我们叫做quencher 叫做脆息的洋离子 所以一般来讲 它扮演的是quenching的 就把它发出来的光吸收掉 把它催灭掉的一个角色 意思就是说 用这些离子所组成的容器 来做发光材料 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它会有导入一些污染的可能性 所以归纳出来有几个 有五个重要的这些规则 比如说你活化剂 当然可以选稀土离子 但通常选好以后 我们需要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 那因为选出来的离子 能不能掺杂到特定的host里面 理论上看起来是可以 但你要去验证 你做一个实验 那看它是不是真的可以 这里面牵涉到 就是说你掺杂进去的发光中心 跟你要取代的洋离子的半径 这个几何的因素 它是不是相匹配的 小离子取代大离子 或大离子取代小离子 其实都会有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验证 然后看它是不是 形成稳定的产物 第二个呢 通常我们自备的时候 因离子希望过量 因离子要过量 那洋离子呢 基本上它是计量的就可以了 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我们把洋离子的因离子 放在一个自备的反应里面 如果洋离子过剩 它通常会吸收紫外光 对整体的材料 基本上是不利的 所以往往我们会把 因离子过量 洋离子计量的就可以了 这是实际上的会消光的考量 第三个规则 通常自备这些发光的材料呢 通常需要一些最四化的高温的制程 你把这个固体跟这个固体反应 那在室温呢 它基本上是不会动的 完全不反应的 那你要让原子离子呢 有一定的diffusion的energy 它要扩散 它接触之后呢 原子离子要扩散 才能形成你要的产物 所以它需要 high temperature的制程 而且要经过好几次的试验呢 把它optimize以后 那一般来讲 我们选择一个 这边讲的host 我们不希望这个host呢 随着温度的增高 它会有α像,β像,γ像 这样 那有这样结构的转变不好 因为同一个发光中心呢 在不同的结构里面 它可能有不同的发光的特性效率 所以这个host如果是因为温度 或其他的因素呢 会产生α,β,γ这种结构相变的通常 不要选取这样的材料 当做它的host 另外呢 有些时候我们要借助中间的产物 比如说你有三种木头的离子 那我们要把它做成氧化物 而且是奈米的氧化物 或者小粒晶的氧化物 我们会把这三个氧离子 用草双根、碳双根 形成蓝溶的盐类把它沉淀下来 变成一个全驱物 全驱物呢在做热处理 就可以到达你要的产物 而且是有特定的规格 甚至我们可以借用喷雾 或者其他的方式呢 做出来是球状的morphology 这样的东西 好,所以你需要一个前驱物 需要一个前驱物呢 可以当做一个中间的产物 接下来这几个 6、7、8这几个呢 都考虑到设计的时候 你的发光中心 假设是一个氧离子 一个稀土的氧离子 那你要取代host 里面这个氧离子呢 电荷是不是平衡的 如果不平衡 你要做电荷的补偿 半径是不是吻合的 如果半径差很多 它的取代或它的掺杂 可能会有一些困难 另外一个就是说 你有小的氧离子 在这个host 里面 我现在要多平一个很大的 稀土氧离子进去 这个氧离子多平进去以后 会把氧离子称大 局部的地方呢 会产生很大的硬力 硬力会消光 所以我们通常会避免这种 很大的离子呢 塞到一个小离子的位置 或者是小离子呢 取代一个很大的离子 都会导致这个氧离子里面 这边残留一些硬力 硬力它就会消光 所以做出来的东西呢 效率不会很高 这是我们要考量到的 另外一个因素 实际上我们归纳出来 host 有氧离子的效应 有氧离子的效应 那activator的部分呢 当然你要考虑到的是 这个activator呢 掺杂进去以后 在这个host里面呢 它会不会有云散的效应 会不会有结晶场的效应 都会影响到你这个 掺杂进去的 这些离子呢 它的能阶的变化 这个是设计的原理里面 基本上蛮重要的一些 几个我们可以考虑到的 这个因素 提出来呢 大家做参考 那另外就是说 我们要把 稀图掺杂到一个host里面 那这个host本身呢 它是没有光学活性的 那我们就把稀图掺杂进去 那掺杂进去呢 通常它的发光的效率 发光的强度呢 它通常呈现这样的 就是说你掺杂进去 离子浓度越来越高 那它发光强度越高 到了一个optima的值呢 再把它掺杂进去 浓度持续的增高 它就会往下掉 这种呢 是我们最常看到的 那 这个是host A 那换另外一个host 它可能呈现的 同一个 比如说三加的EU 它掺在A的host里面呢 optima的值在这里 可是你把三加的EU呢 掺杂在另外一个host里面 或者host B 那浓度跟强度之间呢 会呈现这样的变化 然后再下来 这个意思 就是说最佳的浓度 不会出现在同一个浓度的地方 它会随着你这个主体的种类不同呢 它会 这个optima出现在这里 这个optima出现在这里 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线性的关系啊 就是I 强度跟你掺杂的浓度 是线性的关系 到了这个顶点之后呢 下来的时候 这个是一个指数的关系 比较特别的是这个样子 不会说上去是线性关系 下来也是线性的关系 这个是这个发光材料 强度 发光的强度跟浓度之间呢 蛮特别的一种 这个关系 所以它下来的时候呢 overdope 这个叫underdope 这个叫optima的dope 这个叫overdope overdope的region 是exponential的term exponential的关系 所以这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 那很多时候我们实验就可以观察到 这样的一个现象 那这边也是就是讲超过这个最佳的掺杂量的时候 已经超过了overdope的 那它是一个exponential的关系 前面的underdope的部分呢 它是一个linear 它是一个线性的的关系 那这个现象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它是一个exponential的一个rate 换句话说你要去做curve fitting呢 你就用exponential的这个数学的equation 才有办法去把这个curve做适当的这个fitting 那这个主要的原因是牵涉到activator 就是活化系的 比如三架的EU 另外呢quencher 这些晶体里面它有缺陷 或者过度的这个掺杂 它都会产生昆虫的效果 跟这些因素呢有关系 过度的掺杂通常会消光 换句话说 两个发光的中心太近的时候 它之间会有能量的传递 彼此这个发光会被它吸收 它的发光会被它吸收 那就会造成这个昆虫的这个现象 好 所以这个是活化系浓度 跟昆虫之间的这个效应 这个phosphor的设计呢 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 全部解误的效果